大家好我是泌尿科醫師張恩成 今天又為大家介紹泌尿道結石的問題 那泌尿道結石是因為尿尿太濃 在裡面產生出結晶造成結石 所以我們平常要多喝一點水把尿液沖淡 就比較不會長結石喔 那腎臟結石大部分都是意外發現 那大部分都不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那如果有症狀的話有可能是血尿 或者是慢性發炎或者是感染 甚至塞住掉下來的話就會很痛 如果是小顆的結石的話 小於0.5公分我們可以靠大量的喝水把它沖出來 那如果再大一點的話或者是一直都沒有掉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用體外振波的方法把石頭打碎自己排出來 它的好處是不用住院不用開刀 那如果是更大顆的結石 我們在二三十年前是要開刀處理的 就開刀把身臟剖開再把石頭拿出來 那之後慢慢演進我們傳統的手術可以從背後挖一個小洞 進去腎臟裡面把石頭打碎再拿出來 那最近幾年有更進步了 手術我們可以用卵之素尿管劑 從尿道進去我們腎臟裡面把石頭打碎再拿出來 那現在處理石頭的武器非常多 而且住院的時間越來越短 不要害怕 如果有這方面的問題 早點來找 密尿科醫師討論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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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